今天,我们一起来看看,这是一种什么毛病,居然能长出小尾巴,看起来又像是繁祖一样。 一,什么是脊髓涉吸综合症? 是由于各种先贴和后贴原因,引起脊髓或圆锥受千拉,产生一系绿神经功能障碍和畸形的综合症。 由于脊髓受千拉多发生在腰底髓,引起圆锥,异常低位,雇佣称低位脊髓,而且多发群脊为婴幼儿,而大多数婴幼儿的病因又是先贴性的。 这就关乎到婴儿在妈妈肚子里是怎样的情况了,脊柱机型有脊柱变,脊柱侧弯,前凸和后凸,插行锥体,半锥体及锥体融合等。 敌骨肠保育不全,半锥管扩大,下肢机型以高空足多见,其次为马骑类班足和下肢发育不全。 二,叶酸的作用,而大家都知道月期我们都要补叶酸,叶酸的作用我们都清楚,就是预防胎儿机型为主,叶酸是一种水溶性币足雷生素,孕妇对叶酸的需求量比正常人高自卑,孕倒期是胎儿器关系统分化。 胎盘形成的关键时期,细胞生长,分裂十分旺盛,此时叶酸缺乏可导致胎儿机型,如在中国发生率,原为千分之3.8的神经管机型,包括无脑,脊柱裂等,另外还可能引起早期的自然流产。 到了孕中期,孕晚期,除了胎儿生长发育外,母体的血容量,乳房,胎盘的发育使得月酸的需要量大增,月酸不足,孕妇亦发生胎盘早高,热身高血压综合征,具有红细胞性银血,胎儿亦发生宫内发育迟缓,早产和出生低体重。 而且,这样的胎儿出生后的生长发育和智力发育都会受到影响,护士军最罪孽,所以孕期一定要是叶酸缺,且不可辞做决定,遵从医生的安排。 如果是医生,可以多去看不同的,千万不能自己因为各种原因,导致孕期环境不好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